是如修反文自信三昧 其目的本为处理三界 尘老烦恼 然而如果盈心不足 则尘老烦恼不可出 纵使现有多 四字变冲 善说诸法 甚至的相似的禅定献权 但如不断除盈利 而代言修禅 必定落于魔道 如果代言西禅 而成就上品禅定者为魔王 成就中品禅定者 就是魔民 那么成就下品禅定者是魔女 彼等诸摩 也有很多的信徒 徒众 各个都说自己已经成无上道 大家都说自己是佛了 那这些促习佛法人怎么分辨呢 所以要进入真正的正法正道 正知正见 正法的道场 还得有多福德多善根呢 全论 末法知识 众生对于种种邪书知识 往往其之若误 其因有三 一法应众生心而生 以众生心邪 故法邪 这是众生供业所感 这是指整体的大骑士而言 第二 末法时期 众生就一次坚固 所以没有能力分辨法的邪证 那么如果不幸 碰上了邪师 邪中 极易受其狂惑 自不能自视 根本就认识不清楚 不能自吧 一下陷下去 都说自己拜得似乎自己最好 你怎么讲他 他就是起不来 你也救不了他 这一类人多半是不定性众生 若以善知识 即善 以恶知识 就麻烦了 就是恶 多安是其往事 所修的因言 福报而定 所以在座诸位 你这一辈子 能够坐在师父这个面前 文書讲堂 你就知道 你前世要修多大的福德 多大的奄言 多大的善根 第三 有些众生 由于自行贪早 或者贪灵意 灵意就是种种的感应了 或贪素产 我越快成就越好 好走捷径 于是便容易受恶人欺狂 为什么 快点 我去跟你 或者是灌个顶 速度最快了 或者是哪里 一加持 阿弥陀佛都成佛了 或者你只要布施 多少钱 几百万 我就包证你往生净土 众生都是这样 二之间的 你不布施 你就会发生中度的灾难 恐吓人家 众生 布施是要让众生欢喜心 那里布施 一切功德都在欢喜心 来完成 在《华严经》都是这样讲的 所有的布施功德 来自一颗欢喜的心 你不能恐吓人家 你布施多少万 几百万 你车祸就到了 你就很假的就会死亡 你就是怎么样得瘟疫 你就是出不孝子 这个是出家人 要绝对的禁止 没有欢喜心 大可不必布施 佛法是理性的宗教 是智慧的宗教 它是个纯善的宗教 我从来不算你不布施 怎么样怎么样 不会这样子的 还有权祸 或者是天性种种光怪努力的事 或者是即刻开悟 或者是一世成佛 一世就成阿罗汉 等等 多些贪草 素禅 好处洁净的人 所种下的恶因 一世成阿罗汉 等等 不遗而主 翻过来 1430 经文 我灭度以后 末法之中 多此磨民 赤胜世间 广行贪淫为善知识 领住众生 多爱健康 是菩提路 我灭度后 灭度就是涅槃 末后之中 为正法以及向法都已经过去了 入于末法 经典是说 佛的正法注释千年 向法注释千年 末法注释万年 如今末法已经进入五百年了 现在是佛力 2550 那么其实是不止再加六年了 因为他这个是 血书是2006年写的 那么就是2056了 你看我们祭祿佛头这么遥远 多此磨民赤胜世间 末法时期 磨墙法 磨的途中更多了 其势力就更强大 他的恶法就更昌盛 就像门火 燃烧这个世间